欢迎收看解锁人生大小事 大家好我是直安 那相信在日前呢 美国联准会鲍尔主席 他已经透露出 有一点点鸽派的讯息 所以市场上很多人讲说 是不是开始准备要降息了 但这个降息动作 会不会有所谓的变数 在这个债券市场上 有很多商品 包括不论是头等债 或非头等债 甚至公司债 那很多民众讲说 那我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来这个问题交给我们 今天的超级大爱兵 欢迎一下罗继富罗老师 大家好 老师 我们除了在期盼你的到来之外 我们也在期盼联准会要降息 他比较重要啦 所以想先问老师 老师你对联准会降息这一个事情 你怎么看 你觉得他会降吗 一定会降 就什么时间点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大家一直在猜 本来是说今年要降六次的 那结果一直猜错 一直猜错 猜到现在为止 已经快要到年底了 那终于联准会的主席鲍尔 在这个全球的央行年会里面 他透露一个 其实刚刚只能讲一点点 其实不是一点点 是很明确的讯息 他就说降息时间已经到了 那降息时间什么时候会到呢 其实剩下没几次的开会的时间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九月份一定会降息 只是说九月份要降多少呢 有人说会降一码 有人说会降两码 那这张表就是这个FedWatch的一个预测 当然这个预测常常会有变数 那我们抓到最新的这个资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认为说会降一码的 已经超过六成了 大概六成五 但是也有人猜会降两码 大概也有三成 那至于说降一码降两码 真的只有Fed知道 但是我会觉得降两码了 大家反而不要太开心 为什么 一次降到两码表示说 他的经济可能连续会看到了什么问题 他才要用比较积极的降息来救经济 所以你希望经济不好吗 当然不希望对不对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经济数据说 经济开始放缓但是没有到衰退 那我们希望他慢慢的放缓 然后藉由这个降息的措施 慢慢的让这个经济能可以 缓步的慢慢再回升 那一次如果这样两码 表示说他必须要下一点谋药 表示经济表现不是很好 那经济不是很好的话 那可能影响的就不是只有在市 可能股市怎么都会影响 甚至你的工作可能都会被影响到 所以大家希望这样 当然不希望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那9月份这样一码就好 那所以说那对于很多来讲 既然他已经算是一个底定的事实 那这时候债券这个市场 我们又要怎么去切入呢 好我们先讲一下 为什么降息对债券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利多 因为你只要降息的话 表示说债券价格会上涨 你先记住这个原则 所以在美国讲了那么久 终于要降息的时候 表示说他接下来就会开始展开 所谓的降息循环 那降息循环的意思是说 他不会只降一次 也许降两次 那明年可能还会再降 那如果这个降息循环确定的话 对债券市来讲 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利多消息 对不对 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投信 纷纷开始去发行募集 各类的债券的ETF也好 或主动式的债券基金也好 哇真的是几乎每个月都 至少一档的这个基金出现 所以为什么大家抢这个时候 就是要迎接这个所谓的 债券投资的大时代的来临 那当然这边也给大家一点概念 如果你要投资这个债券相关的 ETF也好或基金也好 你必须要先了解一下 到底这个债券 它有所谓的平等 它怎么去平 那现在全世界有三大的信用的平等机构 分别是惠玉跟慕迪跟标准普尔 通常大概比较多人看的是标普跟慕迪 那我们就以标准普尔来讲的话 那三个B plus级以上的 我们就叫做投资级的债券 那如果是B plus以下的 就通称为非投资等级的债券 以前叫做高收益债 或有人说是垃圾债 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投资等级越低 就是表示说它的这个发行机构 给的这个票面利率会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它平等比较不好 它需要比较多的诱运 让大家来买它的债券 所以它会订比较高的利率给你 那相反的投资等级越高的话 它的票面的利率相对比较低一点点 但是相对也比较稳定 这都是相对的概念 那我投资债券到底我的收益哪里来呢 我们说发债主要它就是要靠配息给你 所以稳定的配息 当然就是债券的最主要的收益 可是我们刚刚也讲到啦 债券发行之后它有价格的波动 所以如果你发行的时间好的话 你还可能会有资本利得 为什么特别讲降息是这个投资债券的大时代 刚刚有讲到降了息之后 债券价格会往上走 所以你不但赚到了配息 你还赚到了这个价差 也就是资本利的一个双赢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大家纷纷现在要募这个新的这个 债券EDF或债券基金 当然投资债券不是说完全没有风险啦 刚刚讲利率是一个风险 因为万一升息的话 债券市场就惨了嘛 那另外还有一个最怕是什么 你最怕发行的国家 或者发行的这个公司 发债这些机构 它付出利息来 对你付出利息来 表示说你本来是买这个债券 所以就希望它能够稳定配息 那付付出利息来 它就有可能是所谓的违约 甚至这家公司这个债就变币值了 因为付出债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说它可能延迟给还是给 一种是完全付不出来 我公司财务破产了 没办法付了 那真的你买的债 不但收不到利息 你原来付的本金都变暴默了 就变币值了 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你刚刚如果他真的延后付的话 就像有些公司如果他延后付新款 其实是会让投资者会让 就是上班的人其实会怕你 其实你如果发生延迟付款的话 就像之前中国有些 债券公司这个 没办法付钱出来 他最后可能有给 可是因为他晚发了 投资人心里会紧张 那市场就会反映 反映到什么 那价格就往下跌 就算他会来给你的配息 可是他价格已经下跌了 基本上就会有亏损出来 所以等于说你投资之前 你投资的地区 国家或公司自己都要衡量一下 没错 那我相信这时候很多人讲说 好我是空手的人 那我准备要进场了 那或者说我开始要 重新再去多累积我原本的部位 那目前市场上就是 像我刚刚讲有很多种的债券 那我们今天就帮大家抓出几种 第一个叫头等债 头等债来讲 目前市场上最夯的 就00937B 那另外还有一支 也是算新的 我觉得他也还不错 就00948B 那这两支老师你会怎么看呢 那基本上 只能把大家列出来 这个所谓投资等级债 刚刚我们讲 投资等级债的概念是什么 它的平等比较好 可是它表面率相对 会比较低一点点 但不是说不好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大家看到很多公司 会发所谓投资等级债 因为大家还是希望 我们投资的标的 能够比较稳健一点点 那刚刚说的投资等级债 它平等是稍微好一点点 你其实不用去担心违约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发这个 让投资人比较安心 那以这两档来讲 你刚刚讲的00937B 这档真的是 这个债券市场的一个奇迹 怎么说 它的现在规模已经到快要2000亿元 它的这个配息是月配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 买债券的基金或债券ETF的人 他其实希望能够有稳定的吸收 所以现在大概发的 所谓的配息型的债券的ETF也好 或者是主动型的基金 大概都走月配的比较多 另外一档中性优息投资级债券 0948B这档 它是比较新的 那坦白说 我觉得都是投资等级债 差别不会太大 那只在于说 它的成本股里面的标的物可能不一样 但重叠性也可能还是会有 因为都是投资等级债 它的基本上呢 我觉得大同小异 它不会差太多 它不像股票型的ETF一样 它可能成本股一下就差很多 那可能价格的波动上面也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这部分倒还好 那这边呢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除息的这个概况 那过去这段时间呢 它的除息的概况 因为它是稳定大概今年每个月 配0.08元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平均的每个发送的月份 它的殖利率呢 大概0.5左右 0.5左右 那一年大概你可以配到 这个年殖利率的话 大概是3.67% 但我们必须要强调 这个只是一个参考数字 因为你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进场 每个人买的价格不一样 它配息的时间给你 跟你买的时间点去看的话 每个人试用的殖利率也不一样 所以这只是一个平均的概念给大家做参考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 我有买00937B 那原因是因为我进场时间点 算是还算蛮漂亮的 那很好 那因为它配息 就是这张表来看的话 它每个月它都固定有0.08 所以那时候我就买它 可是像00948B 我还没有买它原因是因为它是新的 那因为它配息状况又没有很明确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这两者之间 你就会想说 948B还要不要再去买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同样类型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基金也好 或者是ETF也好 不管是股票或债券型 我觉得同质型的 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可以不用太多 对 选一个 当然你资金如果比较充沛的 可以选两个 没有问题 那你刚刚讲的比较新的标的物 我觉得的确 就像刚刚子安讲的 我们给它一点时间去观察一下 等它上市之后 比如说第一次配股 第二次配息 第一次配息 或第二次配息 第三次配息 看它的配息状况怎么样 稳不稳定之后 我们再来决定说要不要进场 我觉得都还来得及 那除了这个头等债材 再来那金融债 像00933B 也是市场上也很夯 然后再来还有一档00724B 这两档金融债 那如果老师你来选的话 或你建议的话 你会怎么建议 因为看这个标题你就知道 它叫金融债 对 它投资的债总 就更集中在所谓的金融产业 这金融产业包括什么 银行 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 还有一些 国外有很多的一些 特别的金融机构 对 那这些公司发的 坦白说 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的平衡 大部分都还不错 那为什么投信公司 会想要发行这个金融债 相关的ETF 主要还是回到刚刚讲 它又是更稳定的一个表顶 所以大家认为说 既然金融机构发的债券 比较稳定的话 那它每个月的配息 我基本上应该也顶得到 不会有违约的这个顾虑 所以基本上 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的除息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殖利率 00933B这一档 年平均的殖利率是3.88% 00724B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 它最高的时候 可以到5点多的殖利率 去年 去年有可能是因为基期比较低 因为殖利率算法是 你配多少钱 分母是你的价格 分母价格比较低的时候 它的殖利率看起来就比较高 所以 不要以为你看殖利率高 你就觉得赚到 不是这个概念 你要配合它的价钱来看 所以你看起来基本上 它的配息的情况 也相对上很稳定 这两档来讲都稳定 那如果 跟刚刚我们讲的投资等级债 还有这个金融债 现在参观EDF 你要问我怎么选择 就是如果 你希望说 投资范围比较大一点点 我会坚定说 你就买一般的投资等级债 但是 你要特别 买这个金融债的话 就是说 在你的投资的组合里面 如果你还有闲钱 可以多一点分配在这个部分 那我刚刚讲 因为它投资的 产业比较集中在金融机构 但我们也知道金融机构也不是说 没有景气的问题 景气不好的时候它还是会受伤 那你投资的范围又集中在金融股 到时候 金融产业发生什么问题的话 可能到时候 你也比较没办法像其他的债券 你还可以换标的嘛 对不对 这个就特别注意一下 那没有谁好谁坏的问题 所以就目前状况来讲 金融债的话 算是配息 算是还蛮稳定的一个商店 是的 那再来我跟你讲很有趣 就像刚刚老师前面讲 这每个月都 很像雨后般的春笋 有没有 月月有ETF 都有新的你知道 我每天光查那资料都查都查不完 像00953B跟00959B 这两档都是在8月份要上市募集的 那问一下老师 这两档你有怎么看 好 我们先看一下 群立资产比较特别 大家都在募投资等级资的时候 募了一个非投资等级资 对啊 听起来就觉得看起来很有转头 可是感觉上它好像风险很大 你刚刚有记得 我们刚刚一开始讲非投资等级 它的平等是稍微比较低 可是票面利率比较高 对 所以对于想要收息的人 他认为说票面利率比较高 我可能收比较高的利息 可是那价格会波动 那我会建议说 因为现在可能要开始降息循环了 那会降息 就是说经济可能稍微要趋缓了 在经济趋缓的时候 非投资等级债券 它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 因为非投资等级债 我们刚刚讲 它为了要吸引投资人去买它的债 给了比较高的票面利率 可是因为非投资等级跟景气有点关联 景气不好的时候可能它会受到一些波及 所以这个时候我会觉得非投资等级 也许你可以稍微等一下 看看情况再说 好 那另外大华的15年期以上的 BBB投资级美国公司债 那名字好长 基本上就几个重点 第一个它是投资级 它是投资在美国的公司债 那我们刚才讲过 因为降息的循环要来了 那投资等级债又相对比较稳健 然后它的另外一个重点在15年期 大家记得就是说 如果一旦到了降息的阶段的话 比较长天期的债券 会比短天期的债券要来得好 所以它15年以上算是比较长天期的 所以在降息循环来讲 对大家讲是比较有利的 这几个重点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好那因为这两档都是新的 所以等于说我们就是它没有 它配息的情况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最后我想要请教老师 就是我们刚刚列了很多 头等非头等金融债跟新募集的 那我就说现在小资组来讲的话 它的策略它该怎么布局 它才可以有赚到利息 又同时可以赚到价偿呢 好如果要同时赚利息跟价偿收选 我们刚刚就特别强调 还是以投资等级债跟金融债为主 这个比较有机会 但我不是说非投资等级就没有机会 但是因为降息有可能 因为我们刚刚讲 经济成长的会比较趋緩 甚至有可能会衰退 那经济趋緩跟衰退的时候 发行这些债券公司有可能会违约 我们刚刚也讲了 对不对 担心的是这个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非投资等级债 虽然你配息率看起来很高 但又有违约的风险 还有价格可能我们刚讲也会下降 你就比较谨慎先观望 等到经济的情势比较稳定之后 我觉得通常在降息循环 第一次降息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我刚讲过 可能经过两三次的降息之后 经济的情况比较稳定之后 再去投资非投资等级债 的相关的标的物 我觉得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时机点 OK 所以以上的这个债券ETF 是老师针对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空手朋友们 或者说你才要进场布局朋友们 给大家一点建议跟分析 那再来很多人就提到说 目前市场最行的 除了说有债券之外来讲 很多人讲说 连那个日本 据说也不讲据说 是巴菲特他都到日本去投资了 所以想先问一下老师 所以债券之外我们可以投资 那日本市场我们可以投资吗 那这个市场你又怎么看 好